嘿嘿,说来就来,这事还得避着Hulu,不然他肯定会跟我生气的,他会觉得我这人不够义气,居然把这么糗的事都告诉你们了。 好,你看Hulu着急的,一大早晨就把我叫来了,我以为怎么着呢,原来啊,人家正在收拾书包呢,然后桌上地上散着一堆东西,跟我说, Vivian,我不知道该带什么到学校去,What should I take to school?然后我说,哎,我真是服了你了,Hulu,那孩子们,我们不妨一起帮助Hulu挑一挑,看看这些东西哪些应该带到学校去,哪些不能带到学校去呢? 首先,我们先一个一个看吧,来第一个,看起来呢,是一瓶水,并且是,哎,你能看清楚的话,能看到柠檬,对了,柠檬汁,这个单词你还记得怎么说吗? 叫做Lamonade,Lamonade,柠檬汁嘛,所以里面肯定没有柠檬,那就是Lamon,对吗?Lamon,那柠檬汁后面加上了A,D,E,Nade,Lamonade,把它拼在一起,柠檬汁, Lamonade,很好喝,对不对?好,接着,这个是很长很长的那个单词,号称学习用具里面最难背的单词,那就是练习本,Exercise Book,Exercise Book,看这个Exercise还是挺难背的,注意看,Exercise,实际上它有一个I,Base E的结构,我觉得还减轻我们的压力了呢,你觉得呢? So,Exercise Book means练习本,好,keep going,what's that?这是什么呀?It's a radio,what is radio?孩子们,radio是干嘛用的?你看,这个图片,对了,叫做收音机,也就是把它调到哪个频道,然后就可以收听广播了, 虽然看不见话,但是呢,能听到很多东西哈,收音机,radio,radio,radio,很好,Now,how about this one? 这个可是呼噜的必需品啊,呼噜啊,有点近视眼呢,来,这个叫做glasses,glasses,glasses,那,告诉Livian,为什么这个glass后面要加es呢? 对了,眼镜啊,有几个片啊,两个片,对吗?眼镜有两个片,我也肯定得变成复数,glasses,对了,就是这样说的,好,next one,let's move,这个是老朋友了, crayon,蜡笔,对不对,crayon,蜡笔,cra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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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,this one,erazer嘛,诶,这单词怎么不是erazer啊,这,这,这什么意思啊,嗯,这个单词啊,念rubber,rubber,rubber,它本身的意思呢,是橡胶乳胶的意思,我们都知道在热带地区啊,它们有很多橡胶树, 它们为了获取这个橡胶汁液呢,就会把树剖开一个孔,哎,一个这个竖着的缝,然后用一个管接住,这个橡胶就会顺着这个管流到桶里了,那这些橡胶呢,可以制作成我们平时需要的橡皮,可以制作成塑料制品,哎,都可以, 那么这个rubber,当然也可以当做橡皮奖了,所以两种说法都可以,第一个叫做erazer,第二个叫做rubber,你要记住了,好,那往下看,这是什么,很明显这是一瓶水,对不对,那水很简单就是water,water,water, 对了,就是水,water,好,最后看这一大卷,这是什么东西,谁能告诉Vivian,这是什么东西,对了,这个是卫生纸,上洗手间用的,嘿嘿,卫生纸,那上洗手间用的,洗手间呢,又叫厕所,对不对,那厕所这个单词我们学过,怎么说来的,叫toilet, toilet,想起来了吗,那它是一种纸,所以肯定是paper,paper,所以卫生纸就叫做toilet paper,toilet paper,那我们来看,oi在这发oy的音,所以是toilet,toilet,toilet paper,非常好,那么解决完词汇的问题了,现在我们得帮呼噜收拾书包了, 因为这个家伙啊,他居然就还在问,what should I take to school,他哪样东西都无法割舍,那现在我们必须得果断的帮他割舍掉一些东西,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带到学校去,那我们把它们列举下来,这样呢,方便一会儿我们把它排除,来第一个,exercise book,tell me the chinese,告诉我中文意思,exercise book, 练习本,very good,exercise book,number two,lemonade,chinese,柠檬汁,very good,next one,glasses,yes,眼镜,rubber,rubber,橡皮,great,toilet paper,刚说的,叫做卫生纸,太棒了,toilet paper, 那next one,crayon,蜡笔,没什么可说的,radio,收音机,嗯,最后一个,注意看,water,水,好,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列举在这儿了,你们觉得哪些是不能带到学校的,坚决不能,嗯, 有些同学说,肯定有一个坚决不能,那就是radio,对了,因为radio收音机,你上学了哪还有时间捣鼓收音机呀,对吧,上课要认真听讲,下课的时候呢,要休息,喝水,提洗手间,然后呢,可以坐在座位上面一会儿哈,跟同学们玩一会儿都行,收音机就是个相当多余的东西了,呼,为什么非得要带它呢,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省略, 那,接着,我要提个问题了,你看哈,摆在这里一瓶柠檬汁,摆在这里一瓶水,你觉得哪个是关键时候最解渴的,那肯定是水,对不对,肯定是水了,如果两瓶,这两瓶摆在面前,你很渴,喝水肯定是最解渴的,那喝柠檬汁呢,它是一种饮料,其实是越喝,越渴,而且容易让你一喝就上饮,对了, 所以呢,Vivian建议,柠檬汁也不要带,取而带汁的,带水就行了,那么柠檬汁你可以放学回来喝那么一小杯,对吧,好,那我们就果断把这两样东西删去,首先柠檬汁不要,第二,Vidio不要,那剩下的东西统统装进书包里,就可以上学了,你看,这就是呼噜金党的收拾书包风波,多好笑啊,不过这事你们得替我保密哈,千万不能告诉 呼噜,因为我们现在要赶紧回到教室里,不然呢,它该起义心了,呼噜呼噜,我们回来了,刚刚只是出去了一下,没有别的事,那我们接着逛逛你们班吧,刚刚说了,你可以在教室里面学习,叫做have lesson,上课,那接着呢,你的学习用具是你最好的伙伴,他们是school things,那班里还有谁你要介绍给我们呢, 我们一起看一下,对了,那就是呼噜的同班同学了,我们都知道他们呢,是跟我们同在一间教室,所以同在一间教室,class,对吧,class,都在一间教室里,那他们是我们学习上的伙伴,伙伴mate,mate,那不止一个学习上的伙伴,所以要加复数s, 变成classmate,classmate,叫做同班同学,那again,classmate,classmate,classmate,very good,同班同学,那他也是我们的学习生活的好伙伴,那接着还有一位,嗯,对,就是我们学习生活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伙伴了,他就是我们的teacher,teacher,teacher, 那这个单词很容易了,EA组合发成音,E的音,CH发痴的音,ER发R的音,所以这个单词念teacher,teacher,teacher,好,那我们数一下哈,我们在教室里可以have lesson,那我们有三个好伙伴,第一个好伙伴,school things,学习用具,第二个,classmate,同班同学,还有就是teacher,对吗,那有了这个三个小伙伴呢, 我们就可以学习了,但是我们的老师也需要一些伙伴,对了,就是他上课必须要用到的伙伴是谁呢,当当当当当,哎,就是他,叫做黑板,你想啊,不管怎么着老师呢,老师可以没有笔,老师可以没有这个投影仪,但是有一个黑板就足够了,对吗,你看那边身后的这块板子,当然呢,现在随着这个我们的 科技的进步,黑板呢,已经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,取而代之呢,是微便身后的这种白板,学校也都用这种白板哈,那黑板叫做blackboard,black是黑的意思,board呀,就是板子,那黑板叫做blackboard,有谁能举一反三,白板怎么说,对了, 白板就是whiteboard,嘿嘿,有些同学开始天马行空了,那绿板呢,蓝板呢,紫板呢,粉板呢,哎呀,太难听了,根本没有这些板哈,只有黑板和白板,那blackboard和whiteboard,那它呢,是老师上课的好帮手,那这样逛一圈下来了, 呼噜的学校呢,我们也大概都了解了,包括学校的每个部分,组成部分哈,比如说教学楼啊,操场啊,游泳池啊,跨园,大门这些地方,同时呢,还了解了呼噜班里面,每天上课学习的伙伴们,对不对,那接下来, 学了那就得考,对不对,学了就得用,那Vivian可是不会放过你们的,那接下来呢,我要考考你们,准备好了